8月16日 黃新穎受訪承認與樂手倪夢結婚 沒有否認是不是雙席臨門 我倆多謝大家的祝福 沒有補充 多謝 倪夢也受訪 感謝大家祝福 多謝大家 沒有補充 據港媒8月16日報導 黃新穎和年長14歲的樂手倪夢 黎萬宏於8月13日註冊結婚 倪夢是Rubber Band的鼓手 人氣不如黃新穎 不過四年前出軌許志安以後 黃新穎的演藝事業宣告終結 已經沒有太多的選擇 有趣的是 港媒深巴勒黃新穎註冊結婚的時間細節 首先是搶在馬國明和湯洛文之前結婚 可能是無心之舉 也有爭強好勝的嫌疑 另外 8月12日是許志安56歲生日 黃新穎挑在安在生日第二天結婚 值得玩味 港媒調侃她是贈性 或許是無意 也可能是故意棄许之安 港媒指黃新穎不是第一次這樣了 馬國明今年生日前夕 黃新穎突然發布新歌《Crown Me》 有蹭熱度之嫌 對於舊愛黃新穎結婚 馬國明受訪發聲送出祝福 一次性地回了20個字 我也沒什麼回應的了 都是恭喜她了 是的 恭喜她 據瞭解 馬國明和湯洛文原定今年結婚 沒想到會被黃新穎搶先一步 不過 她的心態極好 最初遭背叛就是人了 沒有怪罪黃新穎 還出面幫她說好話 後來 看到黃新穎付出 發布新歌 馬國明一度表示支持和鼓勵 安心偷食已經過去四年 四位苦主現狀不一 馬國明另寻真愛 事業也一直向前 許志安和鄭秀文苦苦支撐 患難見真情 鄭秀文今年因新冠後遺症問題飽受困擾 一度暫停演唱會 許志安痛悔改前妃 貼心陪伴妻子 形象大為改觀 黃新穎雖然遭到抵制 但其實過得不錯 首先是有房子在手 經濟上沒有太大負擔 其次 是家人一直給予支持 沒有讓她一錯再錯 然而她和倪孟的婚姻不受祝福 據港媒爆料 在沒和黃新穎在一起時 倪孟就已經有未婚期 但不知為何 突然取消了婚約與黃新穎低調低下戀 消息稱 47歲的倪孟離過婚 婚姻註冊上寫著離婚 而黃新穎則是未婚 兩個人在遊堂同居 黃新穎沒有轉型 職業上寫著唱作人 娛樂圈從來不缺少喜歡偷星的貓 當年51歲的許志安跟30歲的港姐黃新穎 兩個人雙雙出軌的新聞轟動全港 這對男女在車內16分鐘接吻超過20次的大新聞 讓許志安的事業一度陷入低谷 不過好在獲得了妻子鄭秀文的原諒 事業後來也漸漸地回暖 但是黃新穎就比較慘了 雖然男朋友馬國明也表示原諒 但是兩個人很快就分手了 黃新穎也因此丟掉了TVB的飯碗 還背負了所有的罵名 雖然這件事鬧得滿城風雨 但是黃新穎的生命力還是相當頑強的 經歷了社會死的她依然是活得自強不息 1989年 黃新穎出生於紐約 在美國長大的小孩子 接受的是西式的社交教育 黃新穎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身材也相當完美 有言有料的她 宛如是漫畫書裡走出來的女孩子 長大以後的黃新穎跟隨姐姐黃國怡的發展路線 姐妹倆腳前腳後 雙雙進入娛樂圈發展 2012年 黃新穎參加港姐競選 憑藉經驗眾人的外表 一舉拿下了亞軍的殊榮 同一年 黃新穎順利進入TVB 成為簽約藝人 2013年 黃新穎與馬國明等人主演的《衣物劇》《安侯36小時2》唱映 憑藉在劇中的沈韻琴一角 收獲了一些知名度 展男無數的她也因此被媒體爆料 每拍一部戲都會撩一個男人 說她是行走的發電機 動力之強不容小觸 2013年 媒體爆料黃新穎跟馬國明的戀情 據說是黃新穎非常主動 經常向馬國明請教演技 將其視作崇拜對象 一來二去就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一起 馬國明雖然說是在加拿大長大的 接受的也是西式教育 但是他在讀書期間卻能體諒父母的不易 利用假期做兼職 減輕家裡負擔 馬國明從名校畢業之後 即使進入娛樂圈 也並沒有染上任何不良嗜好 不抽菸 不喝酒 很少參加聚會 拍完戲就宅在家中陪伴家人 平時最喜歡的運動是踢足球 馬國明之所以很少參加社交聚會 其實也是情有可原的 為了存錢買房子 他自然減少了很多人際關係的糾纏 在TVB多年 馬國明也很少主動跟高層搞關係要資源 憨奮手擠地拍好每一部戲 這樣一個極深自好的奇男子 在娛樂圈裡真的是很少見 不過 男人談戀愛多數看臉 這極確是事實 老馬比黃新穎年長15歲 青春靚麗的女子主動投懷送抱 哪個男人能夠抗拒得了呢? 自從兩人相戀之後 馬國明一心存錢買房子 目的自然是希望能跟黃新穎有一個好結果 而且為了她 放棄了跟母親同住的想法 還送給黃新穎20萬的鑽戒表達誠意 沒想到後來等到的結果卻是頭頂一片綠油油的結局 2019年4月16日 鄭秀文的老公許志安跟馬國明的女朋友黃新穎 被港媒拍到車內積穩的視頻 這段16分鐘的小視頻 兩個人接穩超過20多次的畫面 出軌被港媒抓了現行之後 視頻剛剛在網路上發酵 不過短短幾個小時之後 許志安團隊的公關反應能力相當迅速 許志安的第一個反應 不是回家給老婆鄭秀文貴搓一板 而是馬上挽救男人的命根子 事業這個飯碗 許志安急忙召開記者招待會 51歲的他哭的是一把皮涕一把淚的 如同是爛泥一般 向公眾和廣大歌迷們道歉 不過 道歉內容更像是給自己對婚姻的不忠找藉口 許志安表示 自己當晚因為喝醉了 所以才跟黃新穎發生了那樣的事情 所以他認下了自己酒品不好的原罪 也因此獲得了不少人的原諒 不過 事情經過果真如此嗎? 據當時跟許志安和黃新穎一起參加聚會的好友劉浩龍爆料 當時並未過多地關注到他們 不是喝得很醉的樣子 不過是喝酒 不過 黃新穎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安心事件曝光之後 她雖然並未在媒體面前現身 只是在微博上發了一則道歉聲明 之後就一直宅在家中 並未現身 馬國明作為她的前朋友 那頭頂一片綠油油的情況下 還要接受媒體的詢問 當時她還極力為女友辯護 表示對她很擔心 不希望她受到傷害 也表示會原諒她 不過 後來 黃新穎的過往黑歷史被一一曝光之後 馬國明徹底死心 兩個人在2019年的時候就分手了 據黃新穎的鄰居爆料 從多次看到 她分別跟一個吉他手 以及一個男DJ回家 那個男DJ跟她在電梯裡十指緊扣 舉止很親密 另外一個吉他手的打扮很妖嬈 眼線畫得很深 不僅如此 據傳吳啟華的禮婚跟黃新穎也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在2019年的時候 兩個人就分手了 自從黃新穎安心事件曝光之後 TVB將簽約藝人的標準提高了好幾個檔次 但凡有劣跡的藝人 一概不用 相關作品也會被下架處理 黃新穎被TVB血藏之後 曾經主動找TVB談解約的事情 原本談得差不多了 中途她又變卦了 由此可見 解約是假 試探TVB的態度才是真實目的 黃新穎重返影視圈 看來是很難實現了 不過她是一個不甘寂寞的女子 即使是花邊新聞漫天飛舞 身邊依舊不乏虎花使者 賣掉房子沒多久 黃新穎就出現在了銀行 看似急需用錢的節奏 據說她遭到TVB催討3000萬的索賠款 砸了自己的飯碗弄丟了最值得託付終身的最佳男朋友 原來李思潔的評價是真的 有些女人真的很愚蠢 原來李思潔的評價是真的